伯陀经常让我们拥有智慧 我们人虽然有时候无形的一种内心的感受 我很喜欢这件事情 我很爱我的妈妈 爱我的朋友 爱我的同学 甚至我很爱吃这个菜 这些都是无形的 菩萨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 你今天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 哎呀 我感觉到很开心 这个是我的 实际上过一会儿 它就不是你的 这是一种感受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的佛友 非常的累的时候 很渴的时候买了一杯奶茶 放在那里 是你的吧 是我的 花钱买来的 总是你的吧 是的 但是它无常 你刚刚走到边上去 一个人走过来 拿起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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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了 等到你一回来之后 哎呀 对不起 这是你的啊 这是你的啊 我喝了 这杯奶茶都是无常的 那你当时感觉心里 那个难受 那个不开心 觉得对他这种素质 等一等一切一切的 你是什么感受 那就是一种心里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佛陀就是让我们懂得 你内心的任何的一点痛苦 也就是感觉呀 你感觉痛苦了 你就痛苦了 如果同样一件事情 今天一个同事 把你这杯奶茶喝掉了 你觉得很好啊 我做功德啦 喝了就喝啦 他需要喝 我再去买一杯不就得了吗 你这个痛苦不就是 在内心当中 这种感觉就没了吗 哎呀 都是学佛人 他喝了更好 他功德做得大 他刚刚忙得不得了 你这种心的话 你的内心的感觉 痛苦就没有了 所以人活在一种 内心的感觉当中 痛苦 幸福 希望 都是一种感觉 佛陀告诉我们 这个痛苦的我 其实不是真正的我 大家听懂吗 就是你今天痛苦的我 不是你的我 不是真正的我 只是一种感觉啊 只是你 一种思维上 停留在内心 一种痛苦的感觉当中啊 你想通了 这种感觉就没了 你没想通 这种感觉 就一直在你心中啊 所以不应该把自己的思维 停留在你自己内心 痛苦的我当中 我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痛苦的时候 是不是我很痛苦 对不对啊 幸福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我很幸福啊 都是一个我字吧 那么你把自己的心 停留在幸福的我的当中 寻找那种 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 而不是把自己的心 去停留在 痛苦的我的感觉当中 这就是佛陀讲给我们听的 哲学观 这个叫真谛 完全可以自己转换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不要执着于 任何一个外在的事物变化 变化了怎么样呢 变化了你痛了 也是一种感觉 外在事物的转变 让你兴奋了 让你幸福了 那也就是一种感觉 很快会过去的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不执着外在事物的变化 当中还要包括 你内在的感受 你内在的感受 幸福和痛苦 也是假的 很快就没了 你早上很痛苦 下午就不痛苦了 下午开心一点了 晚上又痛苦了 你早上很幸福 下午痛苦了 到了晚上你又不痛苦了 这个就叫无常了 所以菩萨让我们控制住 自己的那种 内心的一种感受 要认识它 它是一种虚的 它不是真正的我 都是一个假我了 这是个假我 比方说你刚刚在发脾气的时候 其实这个发脾气的人是一个假我了 因为真我 你是有修养的 你不大会发脾气的 因为这个假我 是你刚刚身上有灵性 或者那种不好的气场 影响着你 使你发脾气的 这个是一个假我 真正的我 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一个人 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一个人 所以这样你想的话 佛陀告诉我们 你才能得到解脱 你们想想看 一个伟大的佛陀 我们伟大的佛陀 在2500年之前 他所说的佛 所说的法 就能够解决我们 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可以用这种佛的智慧 来解决我们身心 产生的痛苦和烦恼 这就是伟大